今天是明確的前面 就是你一起 第一點過來 Jannifer 打招呼 嗨 林老師 打招呼 嗨 Alan 剪天才師傅 Maggie 謝謝大家今天來這邊 來用餐 這家店中文名字叫和洋日本料理 當然要講的是和食洋風 基本上來講會做手短的比較多 和食在台灣市場來講 已經是很少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重新認識和食這個部分 這題的部分用一點 柳太鹽跟三椒去做一個調味 那雞乾醬的部分 它是帶一點甜味 所以它會鹹甜焦醬 那前菜呢 我倒是找一點純日本的風格 我們前面呢 我們先介紹中間 中間那一個是漆漆 它本來是做清酒的脫波 它是蟹膏均魚 右邊的那個四方形的金色的金波 裡面呢 三葵比木魚 這下面的那一個 是細節性的照燒引霧者 右邊的那個是鳳螺 去煮過之後呢 浸泡大概一個禮拜 讓它入味 上面這個是穴子麥苗 穴子麥苗啊 台灣叫做心麥 心麥的苗 那就讓大家一根一根品嘗 不要一次夾起來 像麵條吃 這樣太浪費了 好東西就要慢慢品嘗 請看一下 這就是林老師講的 心麥苗啊 要一根一根吃喔 有麥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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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有麥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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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融融 這是比木魚的旗邊肉 嗯 還有筍子喔 零呼嘴 好最後這個是煎魚 還有蟹膏 像稻燒喔 稻草燻過的鮮魚喔 熟的和食 很好吃 好鮮喔 裡面有放鮑魚 北極貝 蛤蜊跟季節的食材 所以我比較黃食的 叫河洋 也沒有要煮日本的鮮魚 海力去煮生蕉 那就是季州生蕉 那旁邊有一粒一粒是台灣的生蕉 兩種生蕉 配合在一起 台灣也有生蕉 台灣也有生蕉 有啊 這是台灣的花蕉 基底是日本的 是不是看到旁邊有綠色一粒一粒 有看到嗎 是台灣的 新鮮的 一口 一口 溫柔的酸 帶點微甜溫柔的酸 嗯 溫柔的肉 溫柔的醬汁 好軟 溫柔的酸 溫柔的醬汁 好軟 よく似乳 卷鼓 滴 稀 柔菜 嗯 嗯 那個伊菌阿 伊菌阿 伊菌 不是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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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沒滾的時候 他也是溫溫的時候 去amentos 它主要是它的湯頭才是重點 好有趣的一場熟的和食 熟的和食 熟的和食 只是大家認為和食都是生魚片 好漂亮喔 謝謝 謝謝李太太老師 謝謝李太老師 謝謝